事發總有個原因 幹話長來聽 大家好 我是Simon 今天呢一樣要為大家帶來的是雙層公寓 但今天不介紹人物也不介紹感情線 而是要說說雙層公寓這麼一個大熱門實境秀停拍的主要原因 也就是牧村花事件 而這起事件也導致新東京篇直接被腰斬 雙層公寓也永久停拍 簡單介紹一下女主角小花 牧村花 牧村花是1997年出生 是一名職業摔角選手 在職業摔角圈是一個小有名氣的明日之星 母親也是個摔角選手 2019年10月的時候參加了雙層公寓新東京篇的拍攝 並於隔年的5月23選擇了結自我享年22歲 這其中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呢 其實相關的主題志祺77已經做過了一集 我也會把連結放在下方 這裡我就稍微幫大家簡單順一下 事件的引爆點來自於38集 劇中的一名男方客小林快阿快在洗衣服的時候 並沒有注意到機器裡面已經有一件小花的摔角服 然後就按了烘乾 導致這件摔角服縮水又褪色 雖然衣服是小花忘記拿出來 而且阿快也已經道過歉 但暴怒的小花還是一手三飛了她的帽子 這集播出後 小花的社群湧入了排山倒海的謾罵留言 紛紛指責小花會這麼生氣 一定是因為摔角服很貴的關係 敗金女暴力女的字眼層出不窮 或者嫌棄她噁心趕快消失 不過大家可能有所不知 其實每一件摔角服都對選手有著不同的意義 雖然小花這件摔角服要價10萬元日幣 但遠遠不是金錢的問題 而以上的言論壓力就進而導致小花的內心崩潰 其實小花在了結自我以前發了很多篇文章 包括跟自己的貓告別以及感謝媽媽把自己生下來之類的言論 當母親意識到事情不對勁的時候 到公寓時才發現為11萬 並發現遺書對不起謝謝你的誕生 牧村花離世的消息引爆全日本 那幾天網路上全部都是雙層公寓的新聞 而其中一名大把男子 多次在小花的社群留下謾罵字眼 進而遭到警方約談 最後被罰款1萬日幣 雖然金額不大 但已經起了殺雞儆頭的效果 廣大網友生怕自己成為下一個約談對象 開始紛紛地刪除了自己的留言 而另一派的正義知識則是瘋狂的截圖以保留證據 但依然有白癡學不乖 在牧村花離世以後持續發布二讀言論 牧村花的母親直接向她提告 該男子最後得付130萬日元的精神輔恤金 而牧村花的離世 除了跟網路霸凌脫離不了關係以外 製作雙層公寓的富士電視台也被抬出了水面 這個標榜著無劇本的節目 真的無劇本嗎 參與者紛紛跳出來爆料 首先牧村花本人曾經跟母親抱怨過 製作主希望她強化摔角手的個性 也就是說所有事情搞得越誇張越好 甚至有點暴力也是沒問題的 在摔角服事件中 節目組甚至希望小花直接去賞小林快一巴掌 但小花做不到只是刪飛了她的帽子 而在隔天的時候 大家甚至都已經和好在一起吃飯了 後來小花還有親自打電話給阿快道歉 但製作主完全沒有把這些剪進去 只放了衝突畫面也就是惡意剪輯 而這個惡意剪輯在雙層公寓非常常見 光是舊東京片就已經很多了 但舊東京片的不算誇張 頂多就是剪了一些嫌棄的表情進去而已 其次事件當事人小林快也曾經跟小花約會過 製作主甚至要求阿快去摸小花胸部 但一口被阿快拒絕 除了兩名當事者以外 也有不少人跳出來爆料雙層公寓的內幕 包括多半的告白都是假的 人設也大多是製作主早就安排好的 不過為什麼明明製作主不停的干涉拍攝 小花卻無能跟大眾訴苦呢 原因是他們都簽署了保密合約 通常是為了讓節目的內容不外流 大部分的節目其實都會簽 如果違規的話可能會面臨高額罰款 小花可能也是因為這個原因才陷入孤立無援的狀態 而木村花事件爆發後 富士電視台立刻將由木村花的級數全部下架 並永遠停拍雙層公寓 而木村花的母親 木村祥子也向日本放送倫理機構申訴 這個機構以下簡稱BPO 但BPO的結論是 富士電視台雖然有公播倫理的問題 但沒有侵犯到人權的程度 而BPO也無法確定這些誇張的表現跟惡意剪輯 是否是當時製作主的慫恿 因此無法判決富士電視台有罪 OK以上就是木村花整起事件的經過跟一些後續發展 接下來是我個人的想法 如果你是Simon頻道的長期觀眾的話 希望你可以全部聽完 雖然比較像是在說教 但會讓你有一個比較好的觀影態度 或者一個比較成熟的心態 我的頻道很特別 是以石敬秀為主打的頻道 在YouTube裡面也是少數族群 確切來說好像也只有我跟阿璇在做 而我也發現大家對石敬秀或多或少都有些誤解 其實我本身看石敬秀的經驗可能也沒大家多 我真的是開始做頻道以後才接觸的 而我對於石敬秀的心態也從一開始的完全當真 到後來的有點懷疑到現在的看破紅塵 今天要跟大家討論的議題是 石敬秀到底有沒有腳本 這是一個我一直都想跟大家聊聊的話題 不曉得大家有沒有看過很久以前的新聞 是有一個男明星演八點檔的壞人演得太好了 因此在路上被一個阿婆攻擊 我當時看到這則新聞的時候 只能用啼笑皆非四個字來形容 如今石敬秀的普及話 讓我曾經以為的啼笑皆非成了血淋淋的悲劇 首先大家要有個基本概念 那就是做節目是非常花錢的 比你想像的還要花錢 隨便一集都是幾百萬在跳的 其背後的成本一定超乎你們的想像 也因此出現各種博人眼球的情節出現 為的就是提高收視率 所以我認為大部分的石敬秀 其實都是有腳本的 但是有腳本的程度到哪裡 這個就很重要 大體上石敬秀分成兩種 一種比賽類型 廚生當道地獄廚房以及決戰時裝伸展台 這種類型確實是可以透過腳本來決定勝利人選 但說真的觀眾也不是匣子 做得好做得壞 觀眾也是能看得出來 我個人認為這種節目不太可能 寫出一個腳本叫每個人照著眼 腳本寫得出來 東西做不做得出來還是個問題 另一種生活類型 也就是現在正在介紹的雙城公寓 這類型就完全不一樣了 沒有選手實力的問題 他的操作空間就可以非常非常的多 舉我之前說的老葛大叔影片為例 劇中他要把100美金滾成100萬美金 路上沒放幾顆輪胎讓他去撿 房子汽車沒賣出去 節目拍不下去的 至於雙城公寓呢 有以下兩種做法 第一種就是編劇直接丟一本腳本下去 大家別亂搞 全部照著眼就好 那就完全是比較生活化的偶像劇 第二種則是任由他們發展感情 製作組只會在某些關鍵時刻下指令 聽小花跟一些爆料消息來說 雙城公寓應該比較偏向這類 實際上雙城公寓後來是有房客結婚的 搗帶盛男跟諾雅 這次輕井則篇的CP是一對相差9歲的姐弟戀 並於2021年宣布喜訊 而身為認真魔人的我呢 有一段時間瘋狂執著於找到真相 其實網路上真的有不少爆料 不管是廚神還是地獄廚房都有 通靈之戰更不用說 他的爆料內容根本可以另外拍一支實境秀 觀眾有心的話網路上資料多到炸開 廚神當到第二季有一個爭議人物 胡子老哥Christian 他在劇中以霸道跟囂張文明 進而引來無數網友的討厭 但另一名選手Ben 節目結束以後在他的部落格提到 Christian是個非常好的人 他的形象也是製作組一心經營出來的 而第七季的賭神David 他在賽後也有說 他之所以在劇中這麼容易生氣 都是製作組一直惹他進而導致的節目效果 不過又有一派說法是 部分節目是真的毫無劇本的讓選手發揮 總之什麼樣的說法都有 但找了這麼多 始終是沒有一個官方說法 甚至木村花事件爆發以後 都已經鬧出人命了 富士電視台也只是把影片下架 並宣告終止拍攝 有沒有腳本這件事情 壓根就沒有想要談 其實想想也有道理 如果今天承認有腳本 那富士電視台的責任就更大 如果說沒有腳本 只會讓大眾認為 電視台根本沒有想負責任的意思 總之說也不是 不說也不是 沒人問那就不需要自找麻煩 實際秀有沒有腳本這件事情 也一直在我心頭中揮之不去 當真相永遠不得而知的時候 我選擇相信每部劇都是有腳本的 劇中的演員都是按照腳本在演出 我知道這聽起來很反直覺 甚至跟這個頻道在做的事情有所出入 但如果相信都是腳本演出的話 觀眾就可以將現實跟虛幻切割開來 也就不會出現如今的木村花悲劇 不管他標榜的是無腳本還是實境秀 這些都只是一些噱頭 看戲就好千萬別入戲 沒有必要搞到現下PK 更沒有必要鬧出人命 而在小花出事後 整件事情都讓我覺得很荒唐 攻擊別人不會顯得自己比較高尚 結果真的出事以後 每個人開始刪自己的留言 合著就是一群敢做不敢當的鬧種 今天的情況就是 反正一堆人都在罵他 那我也要去做 反正第一個出事的一定不會是我 要死也是大家一起死 但是一條人命啊 你們能承擔些什麼 今天不是人家要做你也要跟著做 這是對錯的問題 我不祈求大家多善良還多正義 但至少對自己有一個最低限度的要求 就是別成為幫兇 總之我今天說這麼多想表達的是 實境秀這東西有沒有腳本 你不知道 但你可以控制的是 你觀看事情的角度跟態度 就跟這世界上的大部分鳥事一樣 你無法控制他長怎樣 但你可以控制他要怎麼看待他 頻道做了三年多 我的觀眾大多都成熟又有理性 大多都知道我介紹節目只是逢場作戲 也從來沒有人在我介紹完某個選手後 特地跑過去攻擊人家 但如今提到了雙層公寓 也提到了木村花 我覺得我勢必還是得老生常談一下 雖然我愛錢 而實境秀也是我的為生之道 但我不會因為如此 就拼命的說服大家 實境秀就是真的 只是為了維持我的頻道熱度 畢竟我還是有我的底線 至於雙層公寓 我還是會持續做下去 因為它在我心中 依然是一部有趣的實境秀 但我希望大家抱著 這是一個有腳本的電影 然後裡面的人 都不太會演戲這種心態來看 總之 不管你是新觀眾還是舊觀眾 我希望在看完今天這支影片後 不管是自己在追劇 還是看我的影片都能用更健康的心態在看劇 同時也要了解到 語言是真的可以殺人的 木村花事件就是個血淋淋的案件 好的 那麼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下週應該會回歸地獄廚房 跟伸展台的輪播 啊 真的有太多觀眾在問了 我是Simon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掰掰